安德森在女子单板滑雪障碍技巧赛完成二连霸法新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平昌冬奥状况连连当地除了发生规模次 六个浅层地震外天气寒冷且强风不断 今天女子单板滑雪障碍技巧决赛显向还生 最后由美国女将安德森、Jamie Anderson摘金完成二连霸 女子单板滑雪障碍技巧资格赛原定昨天进行 但强劲风势不得不让主办单位宣布取消资格赛 直接进入决赛并从三轮减至两轮 而今天决赛也因为强风延误了75分钟 而今天风势依旧影响选手的表现 首轮25位选手当中只有5位选手没摔倒 安德森在第一轮就拿下83分的高分 而第二轮更只剩4人没跌倒过 加拿大好手Laurie Brown以76 33分摘以赢芬 芬兰女将Annie Rukic 38分报回铜牌 而安德森顺利缠联金牌 他也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在该项目完成二连霸的选手 能完成未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安德森很开心过去的努力 如今终于得到回报 对于场地状况不尽理想 他表示心情很复杂 自己只能抱持乐观 等待总是令人心烦 但我尽量保持平静 等待官方的消息 安德森中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在该项目完成二连霸的选 首路透